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彭博社的角度里看 他是要与之前的习近平一刀两断 我就这么讲 要跟之前的中国经济的放缓 叫划清界限 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 实际习近平个人承认了自己完全的失败 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并没有讲说 他就是他的做法 习近平做法是如何如何 我们当时只是说他抛弃了心智生产力 抛弃了心智生产力之后 然后又回到了房地产本身 但是呢 我今天在《金日点击》那节目中讲了 但是呢 他知道现在不灵 那就靠一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唯一 习近平唯一有的就是印钱 其实在今天的一个 应该是昨天 工业生产利率 工业生产获利 8月份大降17.8% 那是一个相当残酷的数据 那个数据 并没有促成股市暴跌 而是根本股市不管那个数据 所以股市跟所谓的工业产值的数据 是脱离的 其实不是脱离的 那工业生产下降 获利下降17.8% 就是说 真正赖以生存的 生产钢条的 铁丝的 对不对 生产背心的 这个西服的 这都叫工业生产 那整个人们赖以生存的 真正给社会产生产品的 有着具体的产品出现的 这样的最基础的工业 大衰败 或因为产能过剩 开工不足 或因为根本就没有人去消费 做了西服没人买 对不对 弄了钢条不如卖豆腐脑了 所以这样的东西 当大幅度衰败的时候 代表着今天支撑着中共国的出口业 出口业你要生产东西 对不对 出口 还没来几出口人呢 没卖人呢 你要卖那些东西 代表着整个出口业的衰败 因为他出不去 没动 人家没不要了 那订单小了 所以他的综合数字很大 他的涵盖面很大 他直接冲击了今天中共的中国的基础东西 我今天这可以挣三块八 因为我我做了三根钢条 明天我只能做一根钢条了 但是我白天吃豆腐脑还得花那么多钱 因为我活着的资本消费 远远 他是固定的 但我每天挣的钱 能够拿回来 他却衰败 所以他里面包含了这么大的一个 就是中国普通人 他的生产的 他的生活的基准 直接带来潜在的影响 这个衰败的数太大 因为七月份的时候还涨了4.1% 结果八月份的时候变成了负值的17.8 这还是公布出来的数字 也就是说 国家统计区经过调整之后 公布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数字就代表了今天 中国的基础生产 就是基础经济层面 不仅是不堪负重 完了 就是崩掉了 人们已经 无法照顾自己的衣食住行 大部分的人 那这个时候 习近平不管那些了 就直接往里扔钱了 所以他扔钱 扔到工业 扔到某一个行业 他来不及 他刺激不起来 对不对 你去 说把这钱给了这个真值厂了 那真值厂得有棉花呀 棉花得 得得 得放出这个线 才能走至 他有一连串的东西 对不对 你把钱扔给了这个 扔给了这个这个 这个农场了 那农场得把 得把那菜籽先放地里 它得涨出来呀 所以扔哪 扔哪 都不扔到股市好 往股市里一扔 啪呀就上来了 所以你可以把它叫做面子工程 我觉得你叫什么都成 就是今天 他把八千亿 在第一天就扔进了三千亿 我不知道今天扔了多少 星期四就三千亿即刻到市了 所以就不计任何的东西 全盘介入 上海股市今天吧 中间出现了停盘 他没有最终解释是什么 有人说就是开盘的太多 就是开户的人太多了 钱佣金太多了 What are we各种说法 但是呢 他确实把这个盘面 就这么给顶起来 那彭博社今天内容就说呢 习近平疯了 疯了 以不择手段的方式 要先把这个面儿撑起来 就是先把屁帘挂上 光着屁用的嘛 先把屁帘挂上 这个屁帘呢 得挂一个真丝的 那也就是说 我这屁股不一般 我挂个真丝 其实股市是这样 那他下一个呢 就是房地产 因为太多的人断供了 对不对 断供了走人了 那这么断供了走人了 直接影响社会的动荡 中国人一生就是买房子 有钱就是买房子 所以你让他在房子上出事的 那这是习近平自己的政策 那就完了 但这两条 对吧 在金融上反腐 在房地产上反腐 把房地产的老板抓了 都是他自己干的 完全是他自己干的 所以就是习近平跟共产党对着干 真的 腐败是共产党贪腐淫党 是共产党的本质 那习近平可以借助反腐 获得权力 当用反腐当成统治手段的时候 他是跟共产党的本质对着干 所以他输了 他输了 今天就回来了 这个 他以为他能赢 但他输了 所以当他 那他这个人又这么梗 对不对 他真的是没读过多少书 又这么梗 说我那招不灵了 你们当初在贯彻我的方针的时候 如果再贯彻一点好一点就行了 现在不成 我还得出来出手收拾江山 所以就一遮罗大方个全翻过来 我看了半天 我看了半天 这个彭博社这个内容呢 基本上他就说这么个意思 就是习近平跟自己的曾经一刀两断 又扮演了一个真 所谓的改革派 但这个东西呢 印钱是有数的 已经说印钱是没数的 你这个盘量太大 中国的盘量 18万亿美元 18万亿美元 这么一个盘量 他现在死在这儿了 这个大盘跌在这儿了 那你往里头18万亿美元 slow down 你要把这个东西给他激活了 你说他往里扔6万亿人民币 等于不到1万亿美元 8千亿美元 他怎么能盘活 大家知道他 这只是人家的 人家经济数据 就是这个桌面那么大 一下给塌了 结果他用一个小撬杠 一定要给他撬起来 那就不灵 所以但是对我们普通人 听起来那就害怕了 因为你看起来只有 8千亿美元 比如说6万亿人民币 但是他影响的是 我们普通人的民生 普通人的生活 那臭豆腐真往上涨钱呢 因为他没有生产 直接印出来 所以他又把钱 印的钱去送给那些贫困户 来刺激消费 那贫困户自己消费 没准真的去买感冒药了 对不对 去打预防针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 在他彭博社讲的 另外一个概念 这不太可能 这基本上就是昙花一现 所以他中间的时间差 就是在股市被推动起来之后 现在推动了 我不知道9月30号 股市还开不开 如果他开的话 今天是3089点 如果他开的话 顶到3300点 他就很好看了 我跟你说 他只要到了3200点 他就成功了 感谢朋友 他到了3200点成功 是为什么 因为在这52个星期里面的 最就是最高值 是3170几点 所以他就会创 当星期一 达到3200点 他就创造了全年新高 股市创造全年新高 然后推动所有这些 博主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上看3500 明天到4000 后天是5000 7000点才是牛市 就随便说了 那就随便说了 那个随便说呢 就像我跟朋友介绍过 原来知道那个玩外汇的 20年前 不30年前 30年前的玩外汇的 那北京当时玩外汇出来 怎么的 就是一个 lighter size的 这么一个宣传东西 一个小女孩在一个歌厅 碰上个老板 老板很规矩 小女孩也很规矩 我在一本呢 歌厅的也很规矩 但是老板看着小女孩 很那个 说老板就给了小女孩 五万块钱 说输了 你呢起不来 那这钱我可以不要 但是呢 如果你起来 你愿意你就还给我 这女孩就拿了这五万块钱 过了三个月 这女孩就还给这老板五万块钱 两人吃了顿饭 什么都没干 都这么写的 这乱七八糟东西 都开头都这么写 什么都没干 说这女孩挣了多少呢 挣了 30万是50万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玩外汇 因为外汇远远超过股票 远远超过 他可以双响作单 都是一样 我在陶哥眼里都是骗子 都是一样 所以在今天你看到的宣传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而在彭博社的角度里 他写了很多东西 他写了很多东西 然后里面就讲述了习近平在跟自己一刀两断 在陶哥的眼睛里 陶哥就说朋友们 朋友们系好安全带 真的会出事 那里面他就谈到了就是习近平的中央银行的行长选择的时间是在美国降息之后 美国降息了 本来对人币的压力就减小了 对不对 那他就不会被压迫 因为汇率就变了嘛 所以人币的压力减小了 本来他可以喘口气 结果当美元一减息的时候 他借助这个机会让自己也大放水 去救他的中共国 所以代表着我们普常看到的说中共国的经济的衰败 这是事实 所以他就借助了美元降息的一个缓冲的空间 然后自己出手 拉平了跟之前的一样的东西 来给来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基本上终止是这样 但是他的最终的结论就说几乎不太可能 首先代表习近平已经无法忍耐 已经再不能忍耐中共国内的 中共国内的衰败 经济的衰败 然后他讲说央行罕见的电视新闻的做法 向全世界宣告股市开放 甚至开放用战争金库的方式来对待 然后就第二天透过贷款人 直接把利息下调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记录 保持了资讯的这种流资讯的开放性 这是政府极其罕见以发放现金的方式去救援这个事业的毕业生 所有这些都是在彭博社来讲说习近平跟曾经的自己一刀两断 然后星期四政治局开会 然后就发誓要扶制房地产 阻止房地产的衰败 所以这里面就故事就在这儿了 央行带头 扶持股市 习近平开会 扶持房市 从就这就就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就是这么个故事 就这 然后他提到说 中共的政策使得自己 就习近平的政策 使得自己陷入了这个 在陷入了绝对的绝境之下 出现了15年多 将近16年 15年多最大的州的涨幅 最大涨幅 然后以公告的标志 习近平在抵制了这种刺激 就是他一直是拒绝的 习近平在坚持了自己的曾经一切的一切的时候 今天一下全放弃 18万亿的美元的中国的经济底盘 今天曾经被习近平 以国家安全 以降低风险之名 给搞死 现在他想盘活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个概括 这是一个彭博社的介绍 亚洲社会经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尼尔托马斯 习近平不关心政治 或者纯粹是意识形态 政治目的本身的说法 是不对的 他需要一个基本的 一个社会的稳定界限 一个稳定的一切 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 这句话在我眼睛里 其实不是说对跟不对 我不同意他这个分析 是习近平知道要完了 所以他在命运的 在做命运的赌博 为什么知道要完了 就是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 他自己能够看到的是全完了 如果他没有意识到全完的话 他不会以这样的方式 完全的守心转成完全的守备 不会 他不 因为这样的一种放弃 就是他现在的放弃 会给党内各种势力 带来攻击他的借口 这是很自然的借口 非常自然 所以代表着就说 往前也是死 往后也是死 就这么回事 然后他就提到说 习近平打针 他就讲习近平在打针 就是打针了 打针的时间很有意思 就是美国降息 借助美国降息进行打针来调整 而包括央行的前行长 易刚在内都发出了极端的警告 就是阻止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 房地产 汽车 衰败 没人买 价钱往下衰 人们吃饭的钱往上涨 就是 人们 简单的维持生活 费用 持续高涨 而人们想改善生活水平 买房子 却人们不敢 这就叫通货紧缩的一种表现 陷入激烈的价格战的公司 竞相裁员 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失业率创了本年度的新高 失业率是 18.8 城镇 充满信心后 把钱投入到房地产 股市是表象 然后刺激的一些人要发财 去进入到房地产 今天我看推特上有人说 有人想用信用卡 从信用卡借钱去买股票 这是在涛哥的眼睛里看到 这是中共国相当一部分人 一旦灾难爆发的时候 就是一根寒毛都留不住 一根寒毛都留不住 这可不仅是割韭菜 就是说中共国人的 相当一部分人的贪婪 那种绝顶的贪婪跟无能 贪婪无能有技巧 不顾及任何一切 所有东西都以赌徒的方式出现 所以他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理智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理智的 所以这是我跟朋友解释的意思 那就完了 曾经跟大家朋友解释过一个 我看过一个在赌场的那个人 家里有 他自己有两个 这个car dealer 就是有两个车行啊 在赌场待了 14天至15天 等被赌场轰出来的时候 那是早晨8点多钟 一杯一瓶可乐 一桶可乐 一个chips 就叫chips 叫什么 薯片 那chips九毛九 那瓶可乐一毛五 给他租了一个雷蒙贼 送回家 他赔掉了 把自己两个 两个车行全堵进去 十几天大概 他在赌场 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那个赌场 给了他一个 类似总统房间 待了十几天 现在我看中共国的股市 基本就类似 辉煌的一切 他又如果住在 就是赖昌星 就是蛇在那个赌场里 那辉煌的一切 对不对 住着总统 类似总统套间 那去哪儿 前呼后应 在赌场里 可那个了 最后走的时候 就没了 这个人没了 死了活了 没人知道 那我用这个意思 去形容 今天 想在中国股市里面 甚至用信用卡 要让自己 玩出什么水平来 那个 真的 让涛哥说 不值得任何怜悯 不值得任何怜悯 真的 说老千 习近平这个做法 不是老千 那是名片 名挖坑 一切都是名的 但他就这样 所以他的虎头蛇尾 是他的风格 没错 所以你就看着 大家将会看到 有多惨 所有想投资股市的 所有想跟着他走 你将会看到 你死活 对于他来讲 没看着 不关他什么事 另外一个 绝对战略研究所 这个人叫Adam 说中共国顶级决策者 他害怕了 他真怕了 他们一直在看到 他们自己的劳动市场 18万亿美元的劳动市场 衰败的过程 衰败到他们无法承受了 他们必须出手 所以整个这一套标志着 习近平的转变 股市兴奋不已 但他根本解决不了 根本性的问题 解决不了 所以你让涛哥说 涛哥就说 你要注意啊 过完十一 你看他什么样 短期就过十一 长期呢 你看两个礼拜 因为他一共拿出八千亿 他星期四就扔进三千亿 我不知道今天扔进多少 那八千亿 他不够啊 八千亿人民币 那是一千 一百不到一千两百亿 美元 对不对 想盘活 就想做一个折羞脸 盘活十八万亿的 这么一个 slow down的一个实体 投资者等待五月份的住房救援计划 事实证明根本就不信人 所以就不灵了 标准普尔的首席亚洲亚太的经济学家说 这个人叫路易斯 真正让需求方持续下去 决策者必须扭转住房市场 那他应该将实质性的短期刺激 转成结构性的组合 让人们有一种更 有一种更长久感 我刚才跟你解释 央行负责股市 政治局负责房市 这就说了 股市完了之后 要瞬间让房市起来 我跟朋友今天解释的意思就是 如果把万达的股票 从十块钱炒到五十块钱 万达赶快拿着股票 把它就给抵押给工商银行 人民银行 农行 能押进多少 押进多少 从银行里带钱出来 而这个带钱的利息 已经降低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虚了好几把 因为股市炒上来 是中央银行炒的 然后拿炒上来的股票 虚的 那是指 押给了银行 银行把新印出来的钱 又给了这个 又给了这个 房地产公司 房地产公司拿着新印出来的钱 这都是虚的 都是炮 去赶快把万达商 万达商商没盖完呢 再重新开工 招人呐 这是他期待 那工地一火起来 拍几张照片去宣传 就成功了 开始复苏了 这是他的计划 我个人看出来他的计划 那这份计划 是要盘活整个经济 因为房地产一起来 他带动的水泥 钢材就全起来了 这样的话钢厂也开工了 水泥厂也开工了 就这意思了 交通啊 所有东西就起来了 甚至基础 一些基础工业 就有着复苏 用房地产 用他一手打下的房地产 重新带活 整个十八亿经济层面 这是他的如意算盘 那这一份的如意算盘 一翻过来就全完了 咱们可以这么讲 就完全完了 所以这里面他讲的 从西方的社会 也是这么讲的 所以这需要 人说如果这么干的话 需要大笔的钱财 政治局没有提供 关于扩大政府支出的 具体细节 扩大政府支出呢 就是基本建设 对不对 建铁路建公路 那是一个投资的 他说没有 但是呢 财政部计划再发 2840亿美元的特别主权债券 就是现在 因为就这几个月了 那美国财长都认为 中共国的薄弱的社会问题 那以及包括医疗问题 都会给习近平的 这个所谓的福利主义的一切 对立 就是 中共国就像我说的 你给穷人发了一千块 他立刻存起来 因为他怕得病 他吃不起那药 而卖假药的 对不对 卖假药的 卖那些人家 给的一些免费药 高价卖出去 在中国社会比比都是 所以穷人就是防止自己 防老防死防病 你给了钱 他也不会消费 那我们能够看到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然后 欧洲的社会认为呢 你要说今天的中国 能够扭转乾坤的话 他说这不可能 政治局呼吁地方官员 有勇气承担责任 敢于创新 这是胡说 今天所有有勇气 敢于创新的人 半个月之后 半年之后 一定反腐抓了你 因为当这么多钱 发下来 是官员们挣钱的机会 是各行各业 只要能拿到钱 都是他挣钱的机会 银行会有他一个 放贷的刺激的一个政策 而放贷刺激的政策 却关系到 接受贷款的人 要去拿贷款的人 他敢不敢拿 银行放贷的官员 跟拿贷款的官员 一起把钱吞了 绝不开玩笑 那个中石油老板 九千亿贪污款 那开玩笑 那哪叫贪污了呢 对不对 那不叫贪污了 贪污那词太小了 所以钱是这么赚的 没有项目是挣不着钱的 所以你看他把钱拨出来了 从银行直接进股市 那倒对了 就那个钱他拿不走 但是往下放贷的钱 只不定拿走多少 只不定拿走多少 这是关键 所以10月1号呢 是一个坎儿 星期二 等到10月3号 就下星期四 下星期五 大家可以看看 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 闪电政策令人鼓舞 但是习近平宣传的 所谓的心智生产力 没有人看到 那现在的领导层 这样的做法 承认一点 房地产碰了 房地产崩了 国家就没了 其他都是假的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是完全是有的 完完全全有他道理 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是彭博社 我们下面跟大家讲一下潜艇的故事 是 有点 完整的 启言 是 影片